召开这个记者招待会 最主要其实都源于 上个礼拜发生了不幸的事件 我们看到除了在事件本身 我们是要求它跟进和独立调查 我们看到中间在制度上 校本管理的情况 和一些申诉、投诉机制 各方面都存在了很多一些漏洞 我们希望趁这次能够可以跟进和改善这些漏洞 令到将来避免这些悲剧再发生 我们再看上个礼拜 这个李东海小学的事故 我们觉得是一个很不幸的 我们觉得是很远色的 很多问题如果老师能够早一点 其实是能够找到寻求帮助 能够有输解 能够解决到一些问题 可能不至于去到最后这个悲剧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惜的发展 但是我们看到整个教育制度里面 随着校本条例的落实 学校里面的权力其实大了 责任也大了 很多学校的处理问题的时候 都有不同的方法 他们其实在整个校本条例执行 其实有它的好处的 足够的弹性 比学校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但是在处理一些 特别是学校里面的个别问题 申诉问题 老师和管理层的一些人事问题 各方面 其实都有很多的地方有漏洞 我们希望 第一就是说 现在我们看到东华三院 它成立了 设立了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 这是一个好的做法 我们现在看的那些人选 相对来说 都是独立于东华三院这个办学团体 也希望有一个好的公信力 我们盼望它能够真的独立调查到 还事件一个真相 但是同时我们觉得 在更加严谨 以及更加可以帮这件事 去厘清那种来龙去脈 以及责任和问题在哪里 我们要求 其实要召开一个死因言讯的 一个死因言讯庭 这个希望能够将这件事 真的还原真相 比较全面一点 另一样我们发觉 在那个申诉机制 在那个保障职员 教职员的权益 他们的投诉的时候 他们有没有保障 各方面都有很多的漏洞在 也都在学校 这个校董会 和老师的沟通 也都有一些地方 我们觉得可以再进一步改善 中间还有一个重要的 是教育局的角色 我们觉得它一直都是 淡化的角色 或者抽离的 对于监察整个校本条例 一直去运作 以及去预防一些缺失 以及一些问题 其实教育局可以扮演 更加积极的监督角色 在这里有两个大的方向 我们要求跟进 第一 就是就回个个案 是独立调查 认真独立调查 第二就是说 要成立一个死因言讯 希望环视见一个真相 至于结构上的其他的改动 一些改进 我们稍后再讲 不过因为庄律师 就需要早一点走 我们先将这个部分 先讲了 就说在死因研究的部分 我们其实现在考虑着什么 以及要求怎么去处理呢 那就麻烦阿庄 先讲 为什么在伯乐团体 已经有一个调查的时候 我们认为都需要死因言讯 有几个理由 第一就是它真正的独立调查 因为就算是伯乐团体 它找其他的人去查也好 你说会不会查 教育局会不会有什么责任呢 在阶段上有什么改变呢 当然它的方向会比较多 可能在学校管治或同胞团体的关系 如果说到公众利益 更加宏观的层面 怎么会说到以至学校的情况 我认为是要靠省庭 这个就是第一点去够读 第二点就是权力 因为这是警方去调查的 警方去找人落口供 你都不敢说 说一些不进不实 甚至他会找一些我们可能找不到的人 以至到传他上庭的话 全部都是有法律效力的 你说的东西当然会认真真 会认真真一个很严谨的过程 所以第二点是死因庭去做 就会有足够权力 第三点就是透明度 因为这个我们的制度最可贵 就是每一个的问话 证人怎么讲口供 怎么讲口供 我们都可以去旁听听得到 我想这件事爆团很难做到 顶楼可能是有一些报告给大家看到 但是一般来说 过去内部的调查 透明度就不及这些公共的 在法庭上做的言讯 最后一点 也是写言讯的好处 就是他会有陪审员 陪审员会听完之后 会提出很多建议 譬如之前有学生自杀 于是就提出很多 如何防止这些惨剧再发生的建议 这些建议很多时候 如果政府或者有关团体觉得 都做得到的话 他都会去做的 由一个完全独立的市民选出来的 就是抽签选出来的人去做陪审员的话 也都会更加好全面去审视 我们现在这个制度有什么问题 所以第一步我们要做写言讯 就是说事实是怎样 很多时候对校长的批评 究竟是真还是假 有多少是真实的 对死者来说 也要还他的公道 所以究竟现在传媒所披露的 有多少的真确性呢 透过这个严谨程序的话 其实对各方面都有好处 可以还各方的公道 所以我们就要提出 要有写言讯 就着这一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趁左律师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可以回答 Do you want to briefly explain again in English why it's so important to have an independent court by the court when Tonghua already has its own court We request to have an death inquest because it is truly independent and second it is transparent all the people all the residents can see the process of the investigation and third this process involve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police and they have enough power to investigate into the matters and lastly as men residents can be the jury and the jury can make recommendations so this is wholly in the public domain and in the public interest to have an death inquiry so we recommend to have a 这一部分的跟进能够帮助这件事的解决 在另一个层面 我们其实看到整个制度里面 可能中间听到很多时候 有一部分的老师都会投诉 就是说校长的管治可能出了问题 令到中间老师是求助无门 而他申诉又发觉 申诉没有什么效果 到他去拜学团体去做投诉 从处理出了问题 似乎不能有效解决他的申诉 结果就产生了悲剧 我们看回整个制度和现在的运作 当中不仅是老师 有时是求助无门 如果制度有漏洞 连校长都可能会受害 他不一定是说他是问题的中心 而是整个制度都令到一些互动 发生了一些我们不想见的效果 我要强调 其实整体大部分的学校的运作 或者是校长和老师的团队 合作协作都是很好 很有效的 个别的例子是看到有问题 而那些个别的例子 我们串连看到 似乎在制度上是有一些 共通点的漏洞 我们希望堵塞这些漏洞 我们常常都强调 过往有几个明显的例子 譬如兴德的事件 为什么会出现到一个校长 可以做了这么多 有偏差 甚至是违法 违规的行为 而去到几年后 才可能有少少的处理 又例如我们最近处理的 沙里小小学的一个问题 亦是很多年的问题 为什么一个问题 会拖了这么久 亦都发生了很多 一些有申诉 其他情况之后 都好像似乎未得到 一些妥善的处理 那这些共通点在哪里呢 我们稍后就会交代 几个我们希望 能够有改善的地方 但是第一个 我们现在在做的 就是我们已经去信了 在昨天去信了教育局 就约他们去开会 和商讨 就看一些结构上 如何去改善 整个处理投诉的流程 以及教育局的角色 校本管理的一些问题 我们在昨天已经去信了 就是邀约教育局 希望他能够正式 和我们一起处理一些问题 那我们具体的要求 有几样的 第一个就是 全面检讨校本条例的执行 过往看到了 放了权和责给校董会 但是校董会本身 能不能够有足够的能力 时间 以及各方面的配合 让他能够承担到 监察学校和管理的角色呢 我们觉得这里存在了很多问题 第一 就是希望他全面检讨 不要只是放了权和责 但是教育局的监督 或者他没有足够的方法 令到校董 能够发挥到他应有的角色和作用 第二个就是 在教育局需要检讨 现在的投诉机制 包括可能个别 企业团体和学校 他们处理投诉的过程 能不能够保障到 投诉人 他们自己的权益 和令到他真的能够 将事实或者一些东西 讲出来 而不会太担心 秋后算账 被针对 而结果他就不去投诉 或者真的投诉了 之后 机制处理得好不好呢 如果重大事件 有没有一些 獨立一些的调查 以及去跟进呢 我们都觉得存在了很多空间去改善 如果只是交给学校 由他们去做调查 可能一般的一些投诉 或者可以做到 但是有些投诉 其实是 可能是针对校长的投诉 可能是针对其他一些投诉 其实如果就这样交给校董会 或者校长处理 有时候很多地方会有不足 我们觉得需要有好的机制 去保障投诉者 他们的权利 当中可能想想 在成立一些不同的小组 如果处理一些 就是严重一些的投诉个案 包括可能有些 真的独立的人士 包括可能有些工会代表 或者多一些的老师代表 有其他人士 去令到那个透明度 和那个可信性 独立性都提高 还有就是关于一些 就是增强老师 和校董会 和这个团体的沟通 这样的一些制度 我就交给现在是小学老师的 王茂怡老师 和我们讲一讲 谢谢 我简单讲一讲两点 就是有个新闻稿的第三点 一个就是增强教师参与校正的机会 这个所知就是希望在 现行的IMC 即是学校管理委员会里面 加强教师校董的参与 因为现在现行的 组成的比例 对于教师校董去参与校正 是有一定的局限的 希望也都 解释的制度 强化我们教师 可以参与校正的角色 保障我们也有一定的参与权 和发言权 以及在会议过程之中 希望可以 确保校董会 就不会限制我们 教师校董的参与 另外第四点 亦都希望确立个资议制度 确立个资议制度 其实就是想加强 几方面的沟通 如果是校内的资议制度 希望加强教师和校董之间的沟通 让校董会 他们亦都可以全面一点 可以掌握知道 学校里面的事情 另外亦都希望 教师代表和教育局之间的 另一项的资议制度 亦都希望等教育局 他真的可以掌握校程 才可以监督 学校里面的行政运作 就是这两项 请会长继续 谢谢黄武怡 里面有一些历史 几句交代 其实在实施 法团校董会 校本管理之前 是有一些 建立了的知识制度 是每一个区 和学校都做的 就是说 让老师可以有直接渠道 和教育局的一些官员 去沟通 去谈论学校的情况 或者地区学校的 或者教育的一些议题 第二就是 学校的校董会 和老师 又有些定期的 这样的沟通机会 很多时候 这些机会 未必校长坐在那裡 很多时候 他们可以直接 和这些教育局 或者校董会的成员 有一个这样的沟通机会 但是自从实施了 校本管理 和法团校董会之后 这些制度 很多学校都已经没有做 有些还在做 但是很多都没有做 而特别是 教育局的部分 是完全没有做 教育局就不会再去 接触个别学校 去问一下他们的老师 在学校做得如何 有什么意见反应 现在教育局的做法 大部分都只是问一问校长 他做校长 在学校监督的时候 都是去探 找校长问一下资料 很多时候 老师的意见 老师的一些不满意的地方 或者老师的一些 认为要改善的地方 他们不能够直达到教育局 这个制度 我们觉得 应该重新建立 确立老师可以直接 和校董有些沟通 老师可以直接 和教育局的官有沟通 分享关于学校管理的问题 接下来 我们还有两个 大一点的议题 就是关于如何确立一个 关改合作的文化 在学校里面 还有一个教师工会的设立 这里我们交给李富城校长 帮我们分享 各位朋友 作为一个退休的所有校长 我听到看到这个消息 非常难过 不过我想从一个 向前望的方向 给一些观点 究竟 前线校长在校本管理之下 是不是一个绝对的濫权 还是有制约的呢 在这个系统的设置里面 IMC 即是法团校董会 实在是有监察的权力 这个也是教育局 赋予给他们一个最重要的职能 而在目前来说 学校是有一个自评机制 叫做持份者问卷 所有的老师 是每年 会做一个持份者问卷 不记名 里面是有一些项目 是涉及到 对校长领导的回应 所以这个讯息 这个资料 如果是去到校董会的话 其实是一个的镜 第二个就是 校董会是有责任 为所有教职员 包括校长 设立一个正规的考职制度 如果这个考职制度 是包含着校长 他都受到考职的时候 而考职制度是包含着 所有领导的持份者 一个回应的话 其实也是一个制约 所以如果这两个制约 是产生功效的话 IMC是看得到的话 其实应该不会发生 过去星期所发生的悲剧 所以这个问题在哪里呢 我个人的看法就是 现在我们有 过万名的IMC的成员 在服侍着 大概一千间公营学校 但是这一万名的IMC的成员 他们有没有培训的呢 如果他没有足够的知识 就算他有心 他也未必发挥到他的功用 其实教育局也有做校董培训 委托大学去找一些所谓的专家 或者有经验人士 去做校董培训 其实我个人也是一个校董培训的培训者 我就会看到一个问题 因为现在校董培训不是强制的 是自愿的 即是说有机会 就是有需要要受训的那些 他就不来 但是没有需要受训 都挺聪明的 但是他想确认一下自己 是否合适 他反而会来 所以我在校董培训的经验里面 事实上有些校董都会回应的 他说 其实这些培训 应该是个个校董都要来 当然永远都有豁免机制 如果有些校董 他本身都是个行业很资深的人 例如他也是一个前教育局的官员 他都熟悉的 他可以申请豁免 但是我相信绝大部分 现在现职的校董 都是各路人马 他们对学校的运作 校本管理的精神 如何做监察 其实可能真的不太知道 所以我有一个很清楚的建议 其实应该校董培训是强制性的 以至所有校董 他愿意为社会做大义工的时候 他不是纯粹一年开三次会 坐一坐 而他真的发挥到 一个IMC有的功能 如果从监察的功能来说 就是能够去督导住 日常的最高主管 就是校长 他能够做到一个专业的角色 另外补充就是校园的正面团队文化 我觉得这个是 很多校长在前线 是努力做的 因为大家知道 学校其实是一个教育的地方 校长和老师的团队协作 那种和充共濟 其实是最好的生命教育 所以其实很多校长都努力做的 但是你说有没有一小撮的校长 在这方面需要纠正 我仍然觉得是有改善的空间 所以我会建议 教育局可以不妨做一些 表扬校长的计划 将一些校长做得好的 特别是在团队协作做得出色的 带来高效能学校的 来表扬他们 可能你说 现在不是有好教师计划 但很多时候校长都避嫌 就不去参选 如果能够真的做一个表扬 是为校长的 树立行业里面 一些正面的榜样 这个是对各行业 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最后我想提到一个观点 就是 教师工会 我说的是 好像律师工会的那种工会 在第一位特首董建华 第一份施政报告 在1997年发表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确认了 要成立一个教学专业议会 即是教师工会 还撥秘了二千万去做 但是这件事 二十二年前发生的事 是石沉大到今天 如果我们教育界 包括老师校长 大家都是一个教师的从业园 都是一个教师工会的权力之下 其实我想有很多投诉 不幸专业失德的东西 我们可以有一个工会去裁决 就好像医务委员会 律师工会 会计师工会 所以我会促请教育当局 正面去回应 教育界等了二十二年的教育学专业议会的成立 这是大大能够提高教师的专业性 自主和专业的维持 所以希望这个讯息能够表达得清楚 谢谢李校长 但是因为庄律师就要离开 所以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就可以最后有机会问一问庄律师 谢谢总谈考虑 谢谢 谢谢 先說會考慮什麼因素呢 譬如說我們說對上兩宗學生的自殺事件 即是基珍那宗和北區那宗 2015年和2017年有兩宗 其實學童自殺都不是那麼少見的 平均大概一個月左右都會有的 但是他會選擇哪些自殺案件來做呢 他就會看有一些事實未必很清楚 因為如果你不是警察去查 不是開社會廷的話 最終事實未必清楚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公眾也很關注 因為公眾關注的意思就是說 大家覺得有這個慘劇 有這件事發生 我們怎樣可以去防止呢 如果我們找到一個個案 它既是有疑點 但是它有些典型的 譬如說是否因為老師過分責備 於是學生自殺呢 我們怎樣避免 因為老師每天可能都會有老師去 罰學生 這是很平常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我們怎樣去避免這件事出現呢 另外還有學生 譬如說他自殺 但究竟是不是真的自殺 以及究竟是打狗的狗 還是叫救護車 這個影響是很大的 同樣呢 在今次的事件裏面 在媒體的很多報道 令到別人關心到 我們的制度是否有一些缺陷呢 包括由管治文化 去到制度上有沒有足夠的制衡 即使你說可能很多校長做得好 或者很多學校沒有問題 但是起碼我們看到不少個案 也會有問題 即是說如果是制度 尤其是制度的東西有漏洞 如果是經過一個調查 經過一個言訊去再提出來的話 政府可能會有些動力去改變 所以這幾個元素 就是我剛才提到公共利益的因素 我認為很有理由去查下去 以及做這個審言訊 我們過往就沒有做過這個 要求開審言言訊庭 這次是我們首次 用公會的身份 因為時事的老師都是我們的會員 也都牽涉到很大的公眾利益 所以我們就要求有審言言訊 是第一次 那為甚麼 他們剛才是你們考慮的原因 就是這位老闆老師 我教他們的意願 我們考慮的原因 第一就是這位不幸興生的老師 就是我們會員 長期的會員 第二就是這件事 也有一個很強的公眾利益 我們覺得當中 如果牽涉一些管治的問題 制度的問題 如果能夠堵塞到 防止未來再有悲劇 以及改善現在的機制 所以我們就採取這個 要求開審言言訊這個行動 家屬我們盡量嘗試聯絡 但是沒有拿到他們這方面的意向 但是透過短訊題聯絡過 不過拿不到這方面的意向 所以我們都盡量 希望再尋求他們的看法 還有過去這類案件 就變成了 譬如說最終審庭他開不開 他就不會說 有些慈分者 他想不想開 他就看公眾利益 究竟應不應該開 是這樣 謝謝 請問方老師 覺得成功是否成功自開 我認為 都有相當的機會 現在來說 會開審言庭 因為過去我們看到 學童自殺的案件 你看回這麼多年 如果發覺有這樣的疑點 或者有什麼公眾利益 其實就不會說 特意某些單就不需要開 我覺得這單就很值得開 所以我相信他也是會開的 請問一下程序 首先你們要做些什麼 或者最快會知道 什麼時候會開 這個程序 先是警方會有個調查 調查之後 就會交報告給審言庭那邊 在這個過程中 律政司也會有一個角色 他認為是否需要開 好了 到了最後 審言庭就拍板了 他認為這單有足夠的證據和利益開 或者沒有這樣的利益開 如果他決定之後 律政司或者有適當利益的人 包括公會 不同意死恩庭的看法 就可以向高林法院提出 我認為要開 其實你記得以前有一宗彭彩營案 已經死了很多年了 找到屍骨 那時候死恩庭就覺得 都沒有什麼證據 查來查去應該都查不到什麼 但因為那時候的輿論 覺得是否包庇高官 你特意不去查 這宗在黃仁龍一上場的時候 就提出這個法律程序 即使在審言庭說不需要查的時候 高等法院都斑令說要查 所以這個就是看到惡力的制度 就是這樣 是有些程序去處理查不查 至於時間就很難說了 譬如我剛才說的那宗 你可以搞了很多年後才開審言庭 是的 是 是 是 如果要提出 如果要提出 要說到 即是按照的 要去提出 那新教育指控會 實際上 用什麼理由去提出 這個資訊 如果說疑點來說 其實我們看傳媒 往往我們能夠聽的 都未必是所有人的意見 甚至是 所謂傳聞的證據 不是我們看到 好像法庭那樣 那個人這樣說出來的 於是很多人會提出 這個是不是真的事實呢 你知道要尋求到一個事實 就是 除了一個正式的法律程序的話 其實我們很難會知道這個事實 以這宗案件 有這麼多傳聞提出來的話 我認為就有足夠的疑點 是應該去澄清這些疑點 去還這個事實的真相 這個就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工會有什麼角色呢 我們看到死因庭 就是他們的家屬 就可以親自去問那些證人 又或者他們請律師去問那些證人 究竟發生什麼事 去盤問的 由於死者本身是我們的會員 我們也有權在死因庭那裡 我們親自去問 或者我們請律師去問 所以我們有一個獨特的角色 我們要維護我們會員的權益 因為他是跟工作很有關係的 這樣死亡的 所以我們就有這樣的責任 去為會員維護他的權益 我可以詳細說一下 你們覺得整個事有什麼疑點 還是希望透過這個死因言術 去澄清哪些疑點 第一件事 究竟這個老師 他自殺的因素是什麼呢 是否受到一個無理的對待 而導致他輕生呢 好了 這個無理的對待 究竟是一個很偶然的 某一次上司跟他說 他很薄皮 因為他自己承受不了 還是這是一個很不合理 很過分的苛摘 於是導致他這樣做呢 又或者是提到悔過書這件事 究竟是否真的要他寫悔過書 甚至要重寫呢 因為大家打工仔 如果你老闆說你做得不對 就是由至可 我還要你寫悔過書 你說你自己不對 你寫完之後 我說你這樣寫不夠 你要講清楚 這個是你怎樣怎樣不對 所有這些傳聞 究竟是真的還是假的呢 所以我剛才說 每個人都要還他的清白 而這些情況 究竟是否一個長遠的情況 我剛才說的還是偶然的呢 那麼這裡涉及到很多管治的問題 如果你不是透過一個專業的團隊 有這樣的資源去查的話 上述這些疑點和疑團 我們是很難找到出來的 我們另外附加的一個我們想的 就是透過去看回還原的真相 看到一些結構上的問題 政策的漏洞 或者是機制的不足 我們希望改善 能夠將來可以避免這些慘疑再發生 所以這也是我們工會 覺得是希望做到的事情 那麼我們今天 還有一位老師 他是過往 試過有投訴申訴的經驗 但是就很多波折 以及經歷了很多的一些不同的困難 那麼他也想分享他的一些經歷 那麼特別是跟這個校董會 或者是校長的那種互動 那麼中間有些什麼的困難 問題呢 那麼就讓孫老師跟我們分享 各位記者朋友 我自己的經歷 亦都很可惜見到 我發生了之後 有這位老師的自殺事件 看回頭 我自己在兩年半前 被學校無理解僱的時候 其實 是不可能承受一個這麼大的衝擊的 如果你要自己去面對的時候 我很幸運 我身邊有一些同事 家人 或者我自己是運動員 曾經是運動員 以前的波友 很多很多不同的 或者一些舊生 是主動出來去支援你 在精神上面 或者在事情上面 我自己看到 如果一個老師 面對這樣的困難 而沒有任何的支援給他 可以想像到那個壓力有多少 很大 尤其是以我自身來說 我是被解僱的 突然間收到封信說解僱我 你自己也有自己的專業 作為一個老師 我相信大家都理解 你身邊的學生 你身邊的家人 怎樣去面對呢 我作為一個運動員 我已經是比較樂觀的人 也是比較 我的朋友都說我EQ夠高 但是當然一定有很大的壓力 但是我當時最大的感受就是 我的家人 我的父母 怎樣去面對他身邊的人 這個是最困難 我自己都處理到 我自己都可以 用自己的方法去處理到自己的情緒 但是當見到 你身邊的太太 子女 父母 她不知怎樣去跟別人說你的事的時候 這件事是最給我最大的壓力 我很幸運有一個 蓬佩或者同時間的支援 但是我也希望 借助我這次這件事 告訴前線的老師 其實很多人都遇到我同樣的困難 甚至這位小學的圖書館主任 其實是有很多途徑去處理 當然中間是很多不公 很多你認為是不公義的 包括教育局是愛理不理 我一天收三封警告信 教育局對我的答覆是說 資助則例沒有說不可以發三封警告信 他給你的答案是這樣 到最後教育局說學校違反資助則例去解僱我 甚至法官說是一個unlawful dismissal 教育局是說我們不會處理的 這個是勞工勞資糾紛 你去勞工處去采集協助 教育局竟然淪為一個這樣的角色 在我發生的事之後 我才清楚看到原來的問題在那裡 如果我不站出來去處理好這件事 或者去搞清楚這件事 究竟原則在哪裏 規矩在哪裏 現在剛剛出道的 或者是做了十年八載 有些經驗的老師 他前線拼搏的時候有什麼保障呢 他怎樣自處呢 我希望前線的老師要主動去 面對困難的老師提供一些支援和協助 很簡單就是陪他聊聊天 陪他吃飯 可能已經對他的幫助很大 我也遇到的情況就是 有些同事未知側吉 知道你被人針對的時候 他簡直都不想跟你說話 不敢走到你身邊 怕有人見到你和我站在一起 甚至乎有些 還是和我很老友的 要我吃飯 都不敢在學校門口等 你千萬不要來學校門口等我 我覺得這個就是制度上 保障不了老師 甚至保障不了校長 有時候有些老師 可能他自己的問題 或者是去指控校長 可能對校長都不公平 但問題就是 有沒有一個公平公正的制度 去處理這些投訴或者紛爭呢 如果有的時候 我覺得很多問題 在萌芽的時候應該可以解決到 也不需要一個老師去累積這麼多的緣份 以至到去輕生 我希望我將我自己的經歷 我的事情 我覺得已經過去了 我中間兩年半之間 我也是折騰 我很多謝教協能夠在中間 提供很大的協助 正正老師就是有一個工會 希望他好好地去尋求協助 在過程中 是痛苦的了 但是你要看到身邊有很多正面的事情 給你 包括 我自己這麼不開心的事件 到最後轉出來 我自己認為我看到很多正面的事情 包括 法庭是 真的可以 一針見血 看到一個問題 說出一個問題 記者的報道 也間接還了我一個公道 雖然我 這兩年多 我都找不到一份長功 我相信沒有一個校長看到 這個老師有這樣的問題 懷疑有這樣的問題 我有其他選擇 我都懶得選擇 這樣 那 我不知道 因為別人不會告訴你原因 但是我 希望前線的員工 明白 總是有人幫到你去處理的 如果真的又遇到不公平的事情 蓬佩的支援 旁邊的人要主動去支援 因為 有些老師是比較民靜一點 他未必會主動尋求支援 但是你 在學校裏面 你是同工 你是責無龐大 你 不會 不知道這個同事是面對著什麼困難 甚至是你自己都面對著 如果你各自 回去 自己 你叫一下 我就打沙包 我就哭一場 那 你 各自為正 不互相支援的時候 是在一個 情緒上的支援 和專業上的支援的時候 你是很難 單打獨鬥的 不是說 大家要跟校長對著幹 雖然我們受害者 我不是這麼想 我希望老師是互相支援 至少不要走上一條不歸路 我不希望這些事情再發生 一次都嫌不多 我希望透過我自身的經歷 其實我跟他面對的困難都差不多 我甚至被人解僱了 他都還沒走 是不是 就是有方法可以處理到 或者是 前線的同工真的要互相幫忙 這個是很重要的 制度不會一天改變到 制度是需要時間去改變 但是 同事的支援是可以即時到位 希望 希望我的分量來到這裡 孫老師 其實是 最後 是透過法庭 才叫做 珊瑋一些公道 在過往兩年多裡面 無論透過辦學團體 和學校自己的申訴 其實都解決不了問題 似乎 那時候一直的判斷 就是辦學團體 和校監 都是極度信任校長 結果 很多事情 其實調查完之後 就沒有什麼效果 也沒有什麼處置 到去投訴教育局 教育局 也是發還給學校 叫他查一下 叫他交代一下 結果 也都是 有很多跟進的地方 是做不到的 所以 我們為什麼會要求 這個學校 檢討他們的申訴機制 令到他能夠 真的令到老師 可以放心 以及有保障地去申訴 嚴重個案 更加牽涉著一些獨立人士 去令到這些個案 能夠得到公道的處理 而教育局本身責無旁貸 他一定要重新承擔起 他監督學校 以及處理這些投訴的一個角色 就不要把這些責任都外判 就說這些全部是法團校董會 校本為本的責任 所以他就不需要多理了 所以就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就回到我們各方面 好 問問孫老師 是否介意當時發生了什麼事 在這幾個月內 你會看到法國全體和 即是全校間和 你們的鬼路 是從事什麼 這裏我先幫孫老師說一句 因為他就是有個法庭和解 所以他有些事情 就未必能披露 他披露那些他會說 是 多謝主席 剛才你的問題 是可以說的 我自己覺得 我這件事都過了一段落 那麼我 我對我的解僱的指控 基本上是可以說沒有發生的 也沒有調查過的 當時所謂教育局 出了結果 就是說他違反了資助則例去處理 但是也幫不了我復職的 雖然已經是開學之前 教育局收到這個問題 但教育局是我不會幫你復職的 即是他要 解僱你就是解僱你了 這樣 好了 那 我在這裏看到一個問題 就是 其實他之前對我的指控 即不是解僱過的指控 也有去調查的 問題就是 是不是真的一個獨立的調查 這個就是關鍵了 所謂第三者 是不是真的一個 跟學校完全沒有關係的第三者 這個也是另一個問題 所以剛才主席所提及的 就是要在制度上改變 才可以保障到老師和校長 因為有時候 對校長的投訴可能都是 不盡不實的 可以是這樣 大家都明白了 在任何的職業上都會有這個問題 我覺得對雙方公道就是 你如果能夠有一個好的機制 去令到事情是公平去處理的 就算結果不是盡如人意 但起碼過程被人看到 是有一些事情 總是可以在最初的階段處理到 而不是好像我 這個情況就是 去到最後被人解僱了 而被人解僱 教育局第一時間說 是非法解僱 即是不根支作則例了 都幫不到你在九月 可以繼續上班的 即是我覺得這個是最荒謬 因為我一直以為 或者教育局裡面的人都跟我說 不怕的 你是受資助則例的 那他不可以 什麼都不做就解僱你的 那我就安心專心 做好自己手上的工作 那問題就是 結果我還是被人解僱了 結果我還是不可以復職 就算他是違反資助則例 我也覆蓄不了 結果是這樣 我自己覺得很遺憾 幸好後來 我在第一庭法庭的時候 然後法官問了一些問題 間接也都令到我 即是放下了心中一條刺 即是這個對我 是最重要的 我自己覺得 就想問一下小學老師這件事 你覺得是怎樣反映到 校本管理政策出現問題的 以及如果你說真的 要檢查校本管理政策 你覺得最首要要改變的是什麼 就這一次其實揭示到 我們看到發生這個不幸事件 當中現在都涉嫌 就是校長可能做了很多的事情 欺壓老師 令老師走上這條絕路 當中很多地方要去澄清 我們帶有這樣的懷疑 不過我們看到有兩點 第一點就是 其實為什麼會長期發生這樣的問題 而其實沒有機制去糾正 我們其中一個懷疑 以及我們處理過往很多的個案 我們都發現 校長的權力也是很大 責任也很大 那麼他也都受到校董會 以及校監去做監察 不過呢 校監其實那個監察功能 我們覺得呢 其實未必一定是發揮到 因為他們其實是義工 他們是有自己的工作 他們是未必有足夠的能力 知識去做好這個角色 大部分的校監都是盡心盡力的 但是有小部分可能是 知力不足 時間不足 又太過信任校長 那就造成 校長有機會 如果他是專橫的話 但是這些都是少數的 他會專橫的話 他可以一直去 令到權力越來越座大 那結果就是 不不制衡 那就是老師 受長期壓迫 就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那麼這些我們 不單止這個個案 過往有其他的個案 我們都看到有類似的影子 所以我們覺得要整體檢討 那麼機制和結構上 有些什麼地方 是要改善 堵塞的漏洞 讓將來不會再產生 這麼極端的案例 但是也要強調 整體來說 很多學校 都是校長也好 校監也好 校董吳也好 其實是盡心盡力去做好 那間學校的管理 也很多做得很出色 不過當中 正如老師中間 可能有些是做得不好的 校長中間 有些都可能做得不好的 就是我們要看看 制度可以怎樣去 防止這些問題再出現 那麼校長 補充 記者朋友問過一個問題 就是 怎樣 問題就是 你要令校長 知道自己 不是沒有王冠 那麼現在的制度 就是說 你對上有一個 叫IMC 有一個法團校董會 你要跟他問責的 如果一個校長覺得 我跟這個IMC的關係 表面要問責 實際是沒有王冠 那就寸帝了 即是當我日常擁有最高的權力 即日常最高的主管 但我表面要問責 實際是不用怎樣問責 我腐化起來的時候 絕對的權力 放在我手上 我腐化起來的時候 我就有機會 穿底 所以這次的案例 是不是反映著 這個表面有監察 實際沒有監察 而引致到一個極端的情況 而校長可能是一個這樣的 氛圍之下 他慢慢演變成為自己都覺得 可以坐大到一個地步 就可以任意妄為 如果現在說的 傳媒說的 披露的資料是事實的話 所以 制度本身不產生效力的話 即是說 工具我給了你 我說你拿一把掃把 去掃地 但你不拿起那把掃把 地上便會髒 所以 誰有權去叫IMC法力呢 就是教育局 所以教育局 是要對IMC 有一個指示 而那個指示是有強制性的 那麼IMC 就要想清楚 我要做這個義工 我是要有心有力的 那如果沒有心沒有力 你不如沒有做 那這個 吃得咸、咸、咸 如果你說我只要一個名字 我坐三次會 什麼都不管 那就可能慢慢就會腐化 情況是這樣 補充一點就是 那個投訴、申訴機制 在今次看到 學校和伯樂團體 似乎中間都出現了一些問題 那個 老師其實都不是沒有投訴過 過往幾年裡面 試過有兩次投訴 但又沒有什麼大改善 最近的一次投訴 這個真的有很多疑點了 它去到總部投訴 但是發生什麼事呢 為什麼第二天就發生悲劇呢 當中它的處理是否有問題呢 我們覺得機制是需要去檢討 去堵塞這些漏洞 是 您認為教育局 去公室 轉獎 Let's students د東西 Medical 医師 請人 任訳 每很容易 harms 在上面是有委會的溝通用上 MILD的項目 所以決定會有關照的理論 支持所有 anxiety 沒有對比對教學們的情況 有對比對教學們的一種 對比對教學們的項目 有對比 taught 對調教學們的項目 有不同的活動和方法 和其他牠們的照片 今天要把整體行政策網諒 發展讀書所提到的 所以我今天會否抵復 甚至更依险 我們也會拜託 象徵聚會 請確保 政策網諒 和携訕 其他問題 尤其是 這亭證書 有關 因為 或是我在校董培訓時聽回來的案例 我們做校董培訓時也有些是教師校董 他們最大的困難是甚麼呢 教師校董坐在校董會時是一個校董 但他離開校董會的會議室是一個老師 但他的直屬上司是坐在校董會裏面的 如果在裏面討論事情時有甚麼分歧 有甚麼困難 其實教師校董是很有壓迫性的 所以他們很多時候教師校董 都會有一個還得還失的感覺 怎樣去履行一個校董的全員 因為他離開會議室也是一個老師 所以很多時候我做校董培訓時 教師校董都會反映這個情況的困難 所以他們有時欲言就要幼子了 或者前線老師可以分享一下 正如剛才校長所說的 還有剛才我提到的比例 其實組成的比例對教師校董都有一定的局限 因為在法團校董會裏面佔的 其實只是其中一票而已 仍然有很多其他持份者校董向導 而且一來就孤掌難明 二來也因為基於一些保密協定 或者有時剛才提到的 就是希望在教師校董參與會議的過程 確保他真的可以充分參與的意思 就是因為有時有些牽涉到所謂的利益衝突 可能要求教師校董去備職 但有時是否教師校董充分掌握了 那件事情是否真的被討論的事情 和他真的有利益衝突 就未必因為他根本不能參與的討論 所以有時教師校董未必可以充分表達到 在教師方面的意見 還有沒有問題 因為李校長又有多個身份 他是做校董培訓的 所以他聽了很多故事 以及有很多經驗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在這裏完結了 多謝大家出席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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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需要移動中央嗎 OK啊 這個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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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這個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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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